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我教你做100元以下便宜的甜品 就是 南梅芝士冻饼 很简单 材料有 南梅 芝士 冻饼 说笑而已 南梅果醬 忌廉芝士 无盐牛油 淡忌廉 消化饼 和砂糖 牛油用热水作用 然后用5块消化饼 大约80克 不想中这么麻烦 也可以在市面上买些饼底碎 然后打碎它 当它是你的敌人就可以了 5公尺了 好 搞定 然后将饼底 加入牛油 搅拌均匀 接着用6吋的蛋糕帽 放适合卡纸 如果买回来不适合尺寸 自己剪 然后旁边揉牛油纸 如果没有 也是自己剪 压碟底 把饼底下来 煮平了之后 把饼底压住 好了 现在放入冰箱 半个小时 接着呢 忌廉芝士 很棒 用打蛋器打开它 哇 什么样子都黏住了 分几次加砂糖 好 然后加入南莓果酱 你可以用南莓 士多啤梨 芒果 什么酱也可以 你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接着用淡忌廉 淡忌廉打至6分 打2分半钟左右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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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再加饼膠粉 哎呀 糟了 忘了买饼膠粉 算了 没关系 我觉得下不下也差不多 然后呢 将淡忌廉分几次 慢慢用手搅 不可以用机搅 一定要慢慢用手搅 好 搞定 拿出饼底 然后呢 慢慢将饼膠放进去 然后呢 铺平它 现在呢 再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 打开冰箱这个步骤很重要 真的要教 不是个人懂的 刚才是打开冰箱 然后呢 放入冰箱 然后关门 一定要关门 不然会被冻起来 这两个小时做什么好呢 刮了情人节嘛 当然要送花 又没有钱买花瓶 不要紧要 像我这样 用玻璃瓶做花瓶呢 就一流 教你了 首先是选一些你喜欢的玻璃瓶 然后拿一把刀 片 好像薯仔批皮 拿红酒瓶也可以 香檳瓶也可以 爆里 爆里瓶也可以 只剩 Ralets 那剩话 怎么办呢 你要用水泡 然后把白结布抹射抹 或者是用 potina 现在可以放在三眼处 又或者 可以放在门顶 如果你需要分手的话 好了2个小时过去了 现在就可以拿它出来 拿东西的搞部分 放在下面 整個拿起來很漂亮 放在膠底上 撕開 上面塗一些藍莓果醬 你喜歡的士多啤梨 芒果醬也可以 沒有放魚膠粉就是很軟很容易散 最好就放魚膠粉 因為我忘了買 你喜歡就加上水果和裝飾就完成了 完成 好 入盒子就完成了 時間剛剛好 女人回來了 我忘了拿回來 真的 我忘了拿來 快點 那不是 谢谢大家